AI六月天满满的台湾的符号在里面 观众朋友 昨天黄仁勋今天苏之锋半导金玉王 透过演说昭告全球AI革命 台湾开始 你回头去看 黄仁勋昨天的预告 今天拉动台股的一波波的涨势 威力多惊人 更重要是这句话 他预告了将携手台湾供应链 做出AI机器人 今天国生告诉我们 他开了金口 台湾能做出AI机器人 那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我们比较过去的一年跟今年 一年的变化 我们看出来 台湾的系顿升级了 台湾已经成为世界AI的支柱 台湾已经升级成为AI的世界的中心 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们看过去一年 黄仁勋其实也到Computex来演讲 那时候掌额是谁 那时候掌额是伟创跟广达 掌额叫AI伺服器的概念 谈的都是chip GPT问世之后 AI带来了伺服器的浪潮 可是今年他新的演讲 他讲的是什么 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机器人进来了 电脑会变成机器人 机器人会做电脑 所以机器人自己做机器人的时代 来临了 所以今天涨的股票 全部都是机器人相关的个股 那昨天黄仁勋点名了一家公司 广运 今天也涨停板 也让大家压抑广运到底什么公司 所以这代表什么伺服器 已经不只是伺服器了 台湾其实真的变成世界机器人的供应链的中心 广运做什么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 你可能每天都会看得到 就捷运的自动门 就他做的 还有台大的自动图书馆 他做的 还有我们的航下机场的行李输送带 他做的 所以他做的叫自动化运输设备 可是跟黄仁勋合作 他替谁做 巨大自行车在台湾 他回到台湾做一个全球第一个智慧工厂 生产自行车在台中的大甲 广运黄仁勋家巨大 台湾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机器人变成自己可以做工厂 生产东西的时代了 所以当我们在黄仁勋 在美国的那个厂社会 应该是法术或股东会 他可以一堆机器人站在一起 人形机器人 他说这些以后会越来越便宜 今天他揭晓谜底了 所有这些要能产制出来的机器人 背后不可或缺的会是台湾的 AI机器人供应链 昨天他在一张图表里面 大家一直要在这边解码 黄仁勋在这张图表 爆了名牌 AI机器人 接下来的这个时代 谁能突出呢 今天台股涨了400多点 如果跟工业电脑 跟机器人有关的公司 很多都拉上了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临 当越来越快的AI 他昨天秀了所谓的物理AI就是机器人有感知能力 甚至机器人可以知道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他甚至还可以模拟跟学习 例如台塑集团的工厂 他可以找出最佳的温度 生产更好的石化原料 或省更多的成本 那鸿海工厂可以什么 告诉你组装手机怎么样更快 你要知道一个AI机器人 机器手臂拿起鸡蛋 那很难 难在哪里 你要先知道它是鸡蛋 因为会捏破 所以你用多少力量 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不能捏破鸡蛋 他可以记得 这是鸡蛋要用什么力量去捏 接下来要训练到什么 可以穿针引线 那就非常厉害了 所以这张图看到什么 台湾已经不止台积电了 台湾已经升级成为世界AI的聚落 甚至一个制造机器人的聚落工厂出来了 我们常常过去才要访问 广达的林百里 那时候他就做一些事情 我们其实完全看不懂 2023年之前 不是2024年 他那时候说要做一家公司 叫云达 做达明机器人 在广名下面 你做机器人 你能比得过德国的KUGA 日本的发拉科吗 还有美国跟瑞典的APP吗 你怎么会去做机器 那他为什么坚持 还是要走这条路呢 现在你总算知道什么 情和义值多少钱了 情和义不是值千金 情和义值千亿 为什么这么讲 情义两个字值千亿 因为今天广达集团的 机器人的概念股也是大涨 而且是从黄良勋来之前 就开始大涨了 林百里的身价 在2023年到2024年 这一年之间 他身价已经达到 三千多亿 上涨超过一千亿 一样 鸿海昨天也被他点名 郭台铭虽然没有出息 但是郭台铭的身价 也涨了三十亿美金 也是快一千亿 所以跟着老黄情义 一路相挺值千亿 两岸现在兵凶站围 二亿螺旋在堆叠的时候 他领着全世界最重要的 九大AI巨头来到台湾 大陆的供应链 连匹胖的机会都没有 情何以堪啊 所以昨天在秀一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唯一有提到 一家中国公司叫比亚迪 而且是在提机器人 那一段有提到 他说以后的电脑 就是变成机器人 那机器人可以自己做电脑 电脑在做机器人 比亚迪的电动车 跟自动化工厂 是这样做出来的 就是NVIDIA的技术 他想要点的是 没有NVIDIA 哪有中国的自驾车 跟自动工厂 所以当习近平还希望 能够透过电动车 转股中国国运的时候 背后呢 Winger跟王者是谁 还是AI晶片 还是黄仁勋 还是NVIDIA 所以要看这张图啊 世界的AI的重心 世界资助在台湾 中国电动车下一步 如果没有NVIDIA晶片 你是没有办法 跨到自驾技术 我刚才提到 为什么机器人 可以自己辨识工厂的位置 那个技术 其实是跟自驾车一样 昨天黄仁勋也秀了 自动化工厂跟电动车 自驾的车 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 黄仁勋讲出一个一句话 让中国网民 结果全部都闭嘴 黄仁勋在受访的时候说 台湾是中药国家 这个词其实都不能讲的 你一讲就会被惩罚 他们不是要炸锅吗 他们是疯狂的围堵你吗 你看我们艺人的下场 哪个艺人不是这样的 美国的一些巨头 波音通用 不是都被惩罚吗 是 敢去惩罚黄仁勋吗 所以中国网友就讲什么 没有NVIDIA 没有办法 一遇到硬查了 不能惩罚他 难道你要把这些东西 全拆了吗 所以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过去了 当然要忍过去了 我们再把它调出来 我们就看它出来 到底谁用NVIDIA 自驾车的技术 比亚迪小鹏 广汽 这个做LM ToyotaLM做得很好 广汽 再来吉利跟你想 中国的电动车新创 几乎做在里面 巨头也在里面 中国的AI巨头商汤 你说他AI多厉害 结果他十年来买了 四万个灰达的晶片 因为整个灰达 占AI伺服器95% 你能买别人的吗 你没有 加上黄仁勋昨天 绣了这张图 机器人以后做机器人 那你以后 自驾车还是要开台湾 所以黄仁勋 当他来台湾 组成这么强的灰达 台湾对的时候 美国其实 这也是一个坏消息 或者也可以说是好消息 因为NBA实在太强 AI伺服器已经占世界95%了 接下来他还有新的标准 一个一个在发出 所以美国的八大巨头 组成一个新的 叫做AI的连接器加速系统 因为昨天一直在提加速晶片 所以Intel 谷歌 微软 Mita 思科 Ballcam 超微AMD 就是今天会的 在演讲AMD 还有HP 八家科技业者 组成一个 AI伺服器的新的连接加速标准 结果你要扫了谁吗 扫了Emilia 所以这很明显 在做什么 叫做反Emilia的复仇者联盟 很明显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对抗 这个Emilia的供应链 或者是把整个Emilia 排挤在外面 但是这场竞赛 其实Emilia 还是比较有胜算的 为什么 因为Emilia这么多年 为什么昨天 要在最后一幕 感谢台湾 是有多少台湾人 让这些梦想 他以前其实只是做晶片的 没有广达 鸿海这些 把伺服器给做出来 没有后面的加热系统 散热系统 是靠台湾 炮系统 叫电源系统 没有那些散热系统 都是靠台湾 连连接线 一条线 从一美金做到一千美金 从铜做成光纤 其实都是靠台湾业者 这几年努力 才有实现 AI梦想的可能性 好 伟汉 我们就进一步看到 Computex 把所有巨头 都拉到台北来了 包含了 辉达 超维美超维 相继扩大投资台湾 那好啊 当我们变成 AI世界的中心的时候 我开始要担心 我们的工程稳吗 我们撑得起 越来越大的电力需求吗 那个大投资 大方向 你听郭真哥的 我没有那么懂那个 但是我告诉你 电的问题 现在怎么办 来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不是涨电价了吗 对 三月一次 九月一次 对不对 今年的十月 会不会再涨第二次 那就看今年的九月 行政免的一千亿 补下去还亏多少 早就跟你讲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一个事情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电费已经涨了 对 你已经感觉 痛一次了 对不对 对不起 你还没有注意到 夏天还没到 因为夏天有夏季的 这个用电的 那个电费 是不一样的 好 很简单跟大家讲 算给你看 大概平均 每一户都会多430 好不好 所以今年夏天的 七月八月 电价还会再更多 大家可能就受不了 因为讲的是平均 对 如果你用电比较大的 你可能家里在卖干面的 那就是这么多 所以电价正在涨 FOR ONE 第二个 电正在跳 还在跳 一直跳 那共同学没有错 因为以前 我们没有这么紧盯 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几百户 或是一千户以下的 全国新的媒体没有报导 可是现在大家 把手紧紧就给你盯住 到底有没有 有啊 今天是礼拜一 昨天礼拜天 礼拜天晚上 准备礼拜一要上学 大家欢迎在家里 吃饭 你看到 电视的时候 结果拿着跳电 台中无期有3200户 地下高压设备库上 会线跳脱 小松鼠撞电缆 下大雨啦 树枝啦 很多东西嘛 龙石烧断 就是 对 就很多嘛 所以 这种区域性的停电跳电 一直存在你我之间 那大家就会产生怀疑吗 你告诉我不缺电 好 那现在目前 说法还是不缺电 是这个设备有问题 台中一个 另外高雄的前景区 5月3日 晚上9点也是一样 899户 那我刚刚也时评跟大家讲 以往这一千户以下 是不会报道 可是现在都有感觉 为什么 就像个 网路社群媒体年代了 那一区域的人 虽然他跳电了 对不对 他基本上 他还有手机 一下子大家都知道 他还可以 对 他虽然没有 那他还可以用这个4G 他有了 那个网路台 回来以后 他会po啊 刚刚我们这边没有 对不对 所以都会把这些讯情 弄出去 那观众朋友 所以重点在这里 来 我们就来讲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上礼拜 我跟大家做个结论 看起来 经济部长 国发会主委 跟行政长都讲 没有要虚用核电 对不对 对 那没有用虚用核电 为什么 他说因为电购 那电购为什么一直跳 因为电网不健康 那电购为什么 还一定要盖4G呢 观众朋友 这个是在基隆的外幕上 我们先前也讨论过 那有一个人跳出来 他非常不满意了 那个人 是民进党大佬 王拓的儿子 也是在基隆要推 不要外幕山的这个 4G的王行之 他说你等一下 这里说不缺电 这里告诉你 为什么4G基隆一定要盖 因为缺口是470万千瓦 2025年 对 你不缺电怎么还会有缺口 没错 我再问一次 对 这边不是都不缺电吗 这边有缺口 谈电就自打链 我当然理解 他意思是说 不用核电 但是在所有的天然气接收站 天然气发电 火力发电 通通造走的状态之下 该接都给我接上去 所以经济部部长就讲说 4G没有 TG方案一定要盖 所以基隆会有 还有5G 5G会在台中港 所以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呼吁大家 使用核电的 包含了王博会厂长 核四的厂长 李一敏博士 他就讲说 没那么麻烦啊 大家都担心 空气不好 你就有三年三百亿 重启就可以 而且他说很快 核二核三 尤其核三 根本让省油满 核四都可以重启了 但是台中就讲说 对不起 这个评估有问题 我们并没有要重启核电 而且建设局还在查 地址看不安全 所以没有用这个事情 那观众朋友 没有用核电 然后呢 要用天然气发电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绿电 来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新的 越养主动态上来 我后来也去查了 他被王国委员抓到说 什么 你要花九千亿 去做绿电 那就这个资助是很大 你注意看 在主动态院长 他今年上来之前 去年 其实政府的计划 就有一朝2030 我们就是不断的发展绿电 那观众朋友 最后要跟大家讲 发展绿电 第一个钱 其实不少 第二个 发展绿电 还有它的风险存在 先前我跟大家讲过的 基载电力 对不对 它扮演的时候没有 好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有看过 石门水库泄洪吗 俊阳哥 对 为什么石门水会泄洪 因为水力发电 对 第一个水力发电 第二个是什么 满的 对 我已经满了啊 我不把它放掉怎么办 所以我要把那个水给放掉 所以电也是一样 今天有两个问题 当你用大量的光电 跟风力发电的时候 它的那个电 是无法持续当基载 因为像火力 跟核能可以一直发电 对不对 那你白天发电以后 它发了100好了 用了60 还剩40怎么办 存起来啊 存起来你要用什么存 你要用电池来存 你要除电厂 好 先前有电动车 不是撞了以后烧起来 没有办法灭吗 对 一直烧对不对 对 水喷了以后灭对不对 所以电池除电 都是惊死啊 过程不要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斗六的 流浪里啦 还有浦里啦 还有我们南部台南道处 在盖除电厂的人 都举牌抗议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不要这个除电厂 闲雾设施 除了这种很恐怖 但是如果烧起来的时候 拿爆炸来的时候 或是怎么办 大家反对除电厂 那你怎么办 你盖那么多光电厂以后 你的太阳能 没有办法除起来 怎么没有用啊 第二个 就算你都能除起来 俊阳哥有一句话叫 他三次十可以工作 对不对 日本也有 日本出现了大量的 气电状况 气电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今天 发了太阳能的电 对 它必须存起来 它必须在电网当中 结果你没有用完 撞下来到第二天 天天不就亮了吗 是 天天又亮 太阳板是不是又有电了 对 那里面购物汶 那个银记得来 它会塞车 会跟水库没有放水一样 所以只好把那个电放掉 多浪费啊 气电率掉到19% 日本啊 所以就说你今天 你要去看 我们有多少除电厂 没有多少电 如果电没有用完以后 你能不能除 除了以后 如果电往里面还有电的话 太阳能又来的话 会怎么办 会造成它的阻塞 所以光电也不是万能 它的费用也还比较高 只是现在目前 赖总统的方案非常清楚 不要核电 全力光电 而且全力火力发电 AI六月天 条条大路通台湾 昨天我们看到黄仁勋 今天换成半导天女王 苏之峰 相较于昨天黄仁勋 个人solo秀 你看到今天苏之峰 他邀了华硕 邀了联想的供应链上台 要打群架 更重要的 他预告了 将要大幅来投资台湾 50亿的大手笔 他说台湾是 AIPC发展最重要的基地 另外一个画面 我们看到的是黄仁勋 昨天那场演说 哇 后座力真强 他说台湾是 AI产业革新的后盾 被他点到的供应链 今天股价都飞一天了 是从今天要带我们来看到 包含你回答黄仁勋 刚刚的超围苏之峰 还有等一下给你看到的美超围 梁建厚 这台一AI三巨头 怎么在台场的筑权之下 撑起全球AI的屋顶 对 没错 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在听 这个黄仁勋在这一次 他的这个演讲 那今天早上的话 当然就看苏之峰表演 虽然他们两个这个AI的这个 天皇天后纷纷表演之下呢 那今天台股呢 因为AI的这个大气氛之下 台股飙了大概362点 盘中一度涨了超过400点左右 那也因为台积电也涨了这个3%多 鸿海涨了也快3% 广大也涨了快3% 甚至昨天被黄仁勋点到了 一共有13党公司涨停板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这个 整个两个AI的这个重要人物 对台湾的影响真的相当巨大 对 尤其对股市的影响非常巨大 那今天早上当然就是 苏之峰 丽莎苏的他的开幕式的 Computex开幕式的演讲 他讲了非常多 他也是认为说 整个AI呢 目前为止正在掀起一场革命 然后他跟黄仁勋一样 他也秀了非常多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 刚才俊先生有提到 他还请了相关的供应链 上去发表新的这个产品 那到这一次呢 对丽莎苏或是对苏之峰来讲的话 这一次的Computex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变成是他在追赶这个NVIDIA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算是一个重要的会展 如果在这个会展里面 我们拉到更多的客户群 然后巩固到更多订单 对我当然有好处 所以为什么他在6月1号 我们曾经媒体有直击 他已经下来的 东升也有直击到 就是下来的时候 你还以为说他马上6月1号 应该回来去这个住饭店 没有 他还跑到这个会场 就Computex的会场里面去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所以你可见 他对这整个状况来说 都是相当相当的在意的 那你更不用讲 这个Computex 6月7号结束之后 传言说他应该会出席在 这个台南沙屯有一个 2024年的南方半导体论坛 那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们会不会看到 苏之锋跟黄仁勋见面 这个场合是有可能看到的 好 那除了他们要出席 这个地方之外 因为这个AMD已经宣布说 他要达50亿要做研发中心 那研发中心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丽莎苏的这个父亲是台南人 他就说我们要再回到那个故乡 所以可能会在南科或是沙伦 会设这个 这个所谓AI的这个研发中心 好 那当然 他除了这个Computex之外 昨天他的这个黄仁勋的演讲 可以说是这个轰动 他昨天宣示说 新的这个运算时代来临 那同时对台湾人来讲 比较特别是 他除了讲国语之外 还讲了台语 然后他还这个 谢谢说台湾是无名英雄 世界的资助 他后面最后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两分钟左右的短片 很多人看的是 真的是泪流满面的也有 很感动的也有 然后在整个这个所谓 两分钟的短片介绍完毕之后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从台湾岛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过的这个状态 他还弄了TSMC 然后还有他 还有他Jason Huang跟Morris张 张忠某两个的照片 一起为所有的这个未来 打拼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在这个 整个两分钟的这个影片结束之后 他秀出了供应链 供应链就是围绕了台湾的地图 那这个供应链里面来说 有43家公司 在今年大部分全部 甚至还有43家公司是 涨停版的 好 那昨天讲了那么多 他昨天有秀什么吗 第一个 他秀的这个是GB200的这个晶片 然后同时他还秀了 GB200的伺服器 大家有看到一层非常高的 那就是GB200的这个伺服器 然后他还展示了 他最新的这个网络连结的 相关的这个效果 然后同时讲到说 我们未来 除了现在的这个Blackwell之外 未来的新一代是Rubin这个平台 而且Rubin这个平台是在2026年 可能会启动 然后2026年启动的时候 他用的是HBM4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超官民记忆体 那这个HBM4呢 可能是用台湾的台积电的 这个在明年的第四季量产 用台积电的三奈米 那这个HBM4呢 可能就是由台湾台积电 可能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力士 还有跟我们的创意一起来合作 那这个告诉你什么 三星可能用NOS的一个局面 观众朋友 在明天即将登场的Computex 我们看点中的看点就是 台一的AI三巨头 昨天黄仁君今天出自封 明天我们看梁建后 对 没错 甚至梁建后呢 已经在前几天呢 就已经有发表过了 因为他参加这个 他北科大的这个 这个所谓毕业典礼 然后也演讲了 然后他还捐赠了这个超级电脑 给这个北科大 希望说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他讲了非常多嘛 把他们这个北科大的 这个孝训都拿出来讲了 那他说什么 他希望能够这个 在新园区 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拍板 为什么他提到说 在台扩充是一个首选 那因为梁建后 大家可能过去 比较少听过他的名字 但是美朝委在这一年来 可以说是飙翻天嘛 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他在以前的时候 股价都没有在100美金以上 但是从去年下半 约翁是从去年5月之后 他就开始往上狂飙 往上狂飙的时候 从100啦 然后一直标 标最高的时候 曾经来到1074块 一年涨了10倍 你要说了 这个NVIDIA是真的大腰股吗 没有 这个美朝委才是美国 不折不扣的大腰股 而且他涨了 过去默默无稳 结果他现在涨到变成什么 变成标准普尔500的指数 你就知道 事实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跟我们这个黄仁勋的未来 可能会变成道琼指数 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KAMZAM 真的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那事实上对梁建后来讲的话 他是在嘉义的 然后这个我们这一期的 很多周刊也有去拜访 他的家人 他是住在嘉义的这个深山 他现在家人还住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是说 他说他为什么 因为梁建后的这个美朝委的竞争力 很大一部分就是 他的模组化功力非常强 什么叫模组化功能非常强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 一台那么大的这个伺服器 伺服器里面 如果你要换的话 那怎么办 如果假设说 我某个零组件换了怎么办 我可能整台都要换掉 对不对 但是他用一个模组化的方式是说 假设你是电源供应器的 这个模组坏了 你就把这个拆出来就好了 你是这个散热的这个模组坏了 就把散热换一下就好了 就你不用换整台 因为在一个这个所谓的伺服器里面 他可能 比如说GPU可以用四年 但是每一个产品用的年份不一样 电源供应器搞不好用到八年 或者说散热可以用到三年 不太一样 这个有点像是堆积木在玩的概念 对对对 没错 就这样讲到重点 你就觉得很像堆积木 他也真的是从堆积木出来的 他说他小时候的时候 他不是他小时候 他女儿小时候的时候 人家就送他 他买这个所谓乐高玩具给他玩 乐高玩具给他玩 他女儿在那边拼的时候 他觉得对啊 这种逻辑来说 就跟我在做这个伺服器很像啊 所以他等于是 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乐高玩具的这个堆积木 或者说这种什么模组方的方式 带到这个美超委 让美超委才会出现 这么强劲的这个竞争力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武器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